《孰地》 《世俗性的幫助》 《沙道無望久》 那究竟上有沒有幫助 縣市就是縣市上 就時間上來分 我縣市生活有沒有幫助 它就更廣了 縣市生活的幫助就很廣泛 不一定是世俗性的幫助 有時候是出世性的幫助 所以我就不要再用 縣市跟問 有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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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用它 然後你再吃事情去找 所以剛剛應該是吃它的 但它當然就吃不到那個 了解 好 所以我沒有用縣市利益 跟未來市利益 來談 是有理由的 我們不用時間段來談 因為它的縣市利益其實又包含什麼 包含出世利益跟 現世俗利益 有時候聽起來 世俗利益跟現出世性的利益 兩個是 好像可以重疊 有時候又可以不重疊 我們這樣講 欸 我持守一個 每天都 早起 吃早餐 現在這些人來講 不一定容易 對不對 好 那它對於我 往生其樂有什麼幫助 來出世利益 它對於我今生健康 或者面對考試 或者在上班 表現優良 這件事情有什麼幫助 你看這就分兩種 一個是世俗利益 一個是出世利益 怎麼看呢? 對吧 所以我們應該更 我們在分別利益的時候 就 這個子題 這有兩個子題 這兩個子題都應該 以世俗利益跟出世利益 來討論它 那就更清楚 也會讓我們更樂意 讓我們更樂意去修辭 或者說修辭戒律也好 或者是培養好的 這個世俗的習慣 那麼就培養來說 又分兩種 我剛剛說了 一個是世俗性的習慣 一個是出世性的習慣 出世 比如說 我每天都説經 我每天幾點我都説經 不説經不行 那以前 蔡元和尚 他在有一次他做一次實驗 他怎麼實驗呢 剛好是在接會 在接會 他就把我找進去 他說 其他人 那你看看 我們同學都不太會送楞言咒 楞言咒有點長 蔡元和尚的楞言咒 跟後來我出家的清涼式的楞言咒 念的是一樣 但是速度上的要求不太一樣 連儀式的似乎可以稍慢一點 但是呢 到了清涼式的時候 他就比較屬於叢林制度 因為我們是 剛原級的 這個 這個 廣池長老 上廣下池長老教的 他就比較用叢林的角度 那麼 速詞起來的話 他就說火燒的楞言 火燒楞言咒 火燒的楞言咒 那 這個 所以他其實是要快 不然兩千多個字 念到後來 都 都會打擊 因為你慢 然後你速度就會 你就可能妄想 好啦 他就跟我這樣講 他就說那 同學又不會 然後又要送得稍快 那這樣子弄不來 念得哩哩哩哩哩 要不這樣吧 那你看你們什麼的看法 那我就說 要不我們就試驗看看 我們就 不送任林咒的 就送個大悲詞小 這樣比較短 多拜等佛 多繞佛 反正總長度一樣 他說 嗯好啊 我們就試試看 因為那個不是正規的早晚課 他就是 法會中 所以本來就應該 測試一個 對大家最好的做法 結果呢 兩天 還是兩天 還三天 他就跟我講說 其他人這樣不好 那個 那年咒好像維他命一樣 一天沒吃的話 精神就會壞掉 還是要吃 我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說 失誤對對對 那我們就恢復了 不管同學會不會 我們會了 還是照受 那時候我在 那時候我在 那時候我大三和大四 我記得大三結束大四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暑假 我們在大三大四之間 是暑假 這樣 OK 那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經驗 就讓我們知道說 一個善的出世的經驗 其實跟一個善的世俗經驗 其實基本是一致的 它具有什麼 叫做習慣 習就是習以為常 慣就是慣例 習以為常的慣例 習以為常的慣例 或者是習慣性操作了的慣例 叫做習慣 顧名思義 顧名思義 他就是不做工夫 你而已 這樣才對 就不做好 就怪怪怪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的話 因此有人就解釋了一件事情 有人就解釋說 人的一生成不成功 在很大的意義上是因為 他有沒有養成善的習慣 這事情就大了 他說成不成功 你這樣看 你可以讓他抓抓看 就是這裡 這裡我會發色 那你會接收 所以有社會學家 或者是類似像那種 所謂的什麼 這種所謂的什麼 心靈嚴想者 或者是什麼 勵志嚴想者 他就會講這件事 他說 我剛剛講 他說成不成功 是跟你有沒有養成成功的習慣有關 那事情就大了 成功的習慣 然後呢 好像說這個習慣一養成了 你就進入到什麼呢 進入到成功的方程式裡頭 然後就照做就對了 這樣子 那這個話 我在好些時候 我記得我在出家前 我就聽過 出家中 我還有聽過類似這樣 所以我從來沒忘記這件事情 那這些事情 是世俗人說的 習慣對於一個人的重要 那可以印象的說 一個人的失敗 大概也是因為錯誤的習慣 這裡頭又衍生出好多種說法 比如說 富人的思考 永遠跟你這窮人不一樣 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這些都是指習慣 嚴格說起來 這都是一種習慣 那所以呢 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 又有人對應什麼 對應戒律 戒律為什麼說出出家 或者說出學佛 就要學的第一歸一 歸一 歸一就是一種戒律的概念 它有 它只是沒有法則 或者說只是沒有一個 因果的逆向表現而已 比如說我宣誓我這一次呢 我宣誓我要斷殺 比如說我宣誓這樣 我宣誓我要斷殺 對誰宣誓 對三寶 富法文天 在宣誓 那你已經宣誓這樣的話 富法文天就復承你啊 你對這個宇宙 你就發出了一個 對自己以及對周遭的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是說我要斷殺 剛剛同學提的那個蚊子 為他念佛啦 或發怨啦 這樣 這就對了 世會這樣沒有錯 各位 暫時我們還沒有談到那一塊 我們說我就發這樣怨 你知道嗎 發這個怨算不算習慣 還不是 那叫做怨 但是相應這個怨呢 你必須一直做那個相應怨的內容 欸 這就是習慣 用白話講這就是習慣 剛開始發怨的時候 剛開始發怨的時候 那叫做做戒體 正在發怨 有操作的戒體 什麼叫戒體 戒 好 我們來解釋一下 先跳通一下解釋 戒有三名示意 三個名 三個名 Vinaya Sira 跟 Pratipata 這三個名字 Pratipata 就是別疊解脫 這就是我說的 那 這個 Vinaya 善的習慣 善的習慣 善的行為 就是Vinaya 但是當然 他原語的話 就是某一種固定的行為 叫Vinaya 我們一般中文翻譯成 Pinaya 講到Pinaya 你大概都懂 他就是戒律 的慣例 然後再來是Sira Sira 那個跟現在呼那個 呼那個 iPhone的那個 Sira 有點像 發音有點像 Sira 它是什麼呢 它是 一個清涼的 調節的 一種狀態 那別別解脫 Pratipata 就是別別的解脫 就是一個善的習慣 就會就這個善的習慣 產生一個好的解脫 什麼叫解脫呢 它就不被 膩的壞的習慣所籠罩 比如說 每一個人懂得在早上 八九點以前 去吃早餐的話 你呢 你的腰部 你的臀圍 就不會太增加 就不會發胖 如果每天早上 晚於九點吃早餐 甚至你根本不吃早餐 你的身體呢 會驚嚇到 然後就會堆積食物 讓你肥胖起來 有這種說法 那可以考慮 那對不對 學派各種不同 那好了 那如果你遵守這條理由 它不是外來 它是一個自然現象 生理的自然現象 那你如果遵守這個自然現象 養成了 每天早上 早起用走 才曬太陽 這樣 你身體健康 你不會累積不必要的施房 那你就在肥胖這件事情得解脫 對不起 我說肥胖沒有親事的意思 我們就是 沒有指涉誰 這樣 也沒有認為肥胖就是罪過 這樣 我們假設有一個人不喜歡肥胖 假設 然後呢 我就在這些不喜歡的事情上 有得解脫 這叫做 Pratipata 波羅提穆撒 它有解脫意 再來有清涼 什麼叫清涼 調質清涼 調質就是 就像蛇進了蛇洞 進了竹子洞 它就 它再怎麼動 怎麼動呢 它那個左右晃的距離就有限了 因為它進入這個竹子的範圍了 你的心呢 是晃動很厲害 可是因為界律的框框框住 所以讓你的心晃動有限 這就是調質 因為晃動有限 因此 因此你那個躁動 望求的心就沒有了 或者減低了 因此就叫清涼了 清涼 是就緣起說的 緣上說的 還不就結果說 結果叫做解脫 解脫之前叫清涼 那是緣 那剛剛的解脫是果 那還有一個叫做Vinaya Vinaya呢是善的習性 的意思 那因此很明顯 在今天我們討論的善習性 就在因上說 所以整個戒律的觀念 其實就是一個善習慣的 以三個名呢 都圍繞了善習慣為主 所以習慣真的很重 各位同學剛剛提到 早睡早起 不打蒼蠅 不打蚊子 對於某些事情 我忍忍入 那養成一個好的內物習慣 可以隱身什麼什麼 你看看 這裡就都有所謂的 清涼跟解脫的意思 有沒有看到 我養成整理內物的習慣 雖然每天都要做些什麼事 但是呢 我看到我房間裡 安安 暗部就班 斷舍離 每天都進行斷舍離 該斷舍離的斷舍離 什麼是斷舍離 你去丟嘛 你這個不要的東西 不要的包裝品 你就不要再塞著嘛 該斷舍離就斷舍離 然後就形成一個家 一個寢室或者你工作環境的一個 竟然有序的樣態 這個樣態讓你感覺心情愉快 甚至於在整理的過程就感覺心情愉快 這不就清涼你了 然後因為清涼了之後呢 因此呢 以前常常原器筆丟在哪裡,手錶放在哪裡 你的手機塞在哪裡 小耳機掉在哪裡 這種痛苦的惡因、惡果 现在被一一解脱 因为东西都放在定位 就世俗义来说他仍然具有因缘果 或者因 缘 果 就出现了 都是善的习惯 反之因緣果是惡 惡、惡因、惡緣也是一樣 換句話說這樣就呼應了 一向以來的說法 所謂的善的習慣是你成功的重要基石 清楚了 因此各位同學剛剛說的 你們說的你有什麼習慣看起來還不錯 會回一下 有的還提到了每天用功 然後還要回向 這些都對 而且都很重要 每日的回向就是做早晚課的概念 早晚課有很多的就是回向 唱頌有很多的概念就是回向 確實也是在提醒自己 那就是習慣 所以為什麼說早晚課是 出家人的兩餐飯飯前 就是我吃眾生的飯我到底有沒有修行 我有沒有那個功德可以撐得住 我來每天回向做早晚課 早晚課當中有回向 回向就是替眾生助導 那個助導的心力在宇宙當中是一種butterfly的power 就是蝴蝶力量 它可以隱身很大的震動 小震動變大震動 所以這同學這樣做是對的 包括蚊子咬了怎麼不癢啊 那就是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不叫回向 但就是發心 那個也是要天天發的 自歸佛當願眾生 這就是發怨的 同理大眾一切無礙 他就是蝴蝶心 離不開這個 那個不是單純的自我暗示 那個是心理學家有些講法把它沖淡了他的意義 在佛教修行當時來講 那個當然是自我暗示 但是跟自我已經關係 不 跟自我的那個連結啊 已經倒就超過了 他是跟大宇宙萬物 宇宙無量無邊的 不 這個 一念三千的大 大的周遭的環境 如夢幻泡影般 但是又真實不虛 的這個量子糾纏環境 相互忽厭 所以呼喚自己 為了社會大眾而呼喚自己 最終就是呼喚在整個社會大眾 他是一個量子糾纏的狀態 沒有遠近 沒有時間的久遠 而忘記而顯示 而消失其力量 或者產生不了作用 他絕對產生作用 從這個以前看出來 念佛的量子糾纏概念 你只要一念佛 佛就知道 也是這樣 出世間的修行 以善習慣 必定產生出世間的善結果 不然就不明為修行 那你就不明為出世間的善習慣 善習慣 那我們剛剛講用五戒來守 那就是五戒中的善習慣 就是Vinaya這個善的習慣 真的是很重要 那麼 我們這樣的理解 我們釐清了說 習慣這件事情 對修行來講 簡直是重要到不行 習慣它有一個 非正念 但是具有斷惡功能的意義 那也叫習慣 比如說 我每天養成早睡早起早起來運動 跑步的習慣 我自然就斷除了 早上窩在沙發床上 看報紙抽香煙的 會讓你自己很腿肺的惡習慣 具有對字 習慣是一種特殊的重複行為 而且會自然的重複去做 那你想想看 你把它導引在重複做佛法的事 你覺得力量會這麼大 這也為什麼 所謂的要一開始出家 就要去學 Vinaya Sira Vinaya Sira Vinaya Sira 這樣子的內容 就變得很重要 那麼這樣具體的在 初世間的善習慣是什麼 大概有三類 大概有三類 第一類最嚴險的就是戒慣 第二類呢 這個 發心 養成善的發心 第三類呢 善的發心當中呢 每天回向 戒慣你就是發心去守 但是你怎麼知道今天有守沒有守 它必須每一天去減和 這個每天的減和呢 它就最後形成習慣了 像出家人的話 那就是半月半月送禮 也是減和的意思 對吧 那麼這就是第一種培養的方法 重複地去做它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發那個怨心 發那個善心 還不是怨心 善心 說我要行菩薩道 我要利益一些眾生 皆神佛道 這裡頭有幾個條件 我們要講的是大乘的善 或者大乘的習慣 那麼這個習慣呢 一定是跟你自己的解脫 沒有那麼直接關係 比如說我要先出自己的解脫 後來我在利益眾生 所以自我解脫是必要的 而且要優先做 我就算告訴你 這是對的 你也不能這樣想這樣做 也不能 你在利益一切眾生為前提之下 利益眾生為前提之下 你自然的意念 每一天意念 這樣子的怨心 你看 每天意念這樣怨心 然後你又發心做底 你每次的發怨意念這樣怨心 其實是根據這個怨心而來的 這就是戒體 這就是戒體 翻而為什麼 戒恨 展現為戒相 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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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去 要去做什麼 這個事實在裡 你要先發怨才有 你比如說 我要去讀書 你去讀書館讀書 有搭沒搭你去 但是如果你去學校註冊 你就不能有一搭沒一搭的上課 註冊就是跟人家約定 某人要來這裡上課 我考試成績這樣 所以我真視進來 然後這個戲也是我分數落點的 正確的地方 然後讓你們老師幫我登記了一下 不好意思 這就是約定 那麼是 戒行戒相 戒體 這些都在這個觀念裡 所謂的三女 剛剛這樣講 那就是養成習慣的因緣果 所謂的四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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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你展現你的 我們說戒的習慣的具體表達 它可以從內在一直發展到外在 內在是內在的心情 內在是內在的心情 內在心情怎麼樣 我又養成這個習慣之前 我又必須要對人 特別是師長 我們就傳了借禮 受借禮 我們對師長 宣告一個我想持借禮的怨心 那麼這個怨心呢 是我的體 那麼 但是我要實踐哪一個呢 我概念中 我有一個叫法 我要去實踐 所以就好像你說養成習慣 習慣一定有一個對象 一定有一個距離的動作 或想法或是做法 對不對 那就是法 那之所以你會一直天天做 就是你一定有一個怨心想法 我要去做 比如說 我上次還聽到一個說 這個天下雜誌的時候 有一個人分享 國外的人 他分享說他每一天堅持 因為他可能身體不好 也可能是體態不行 我忘記了 對不對 也可能是體態不行 然後呢 他堅持一天要走兩萬步 這樣 無論夏女瓜風 哪怕他老婆分免生小孩 他都一定要在念天當中走完兩萬步 他就堅持了兩年 然後後來呢 他就覺得說 對待自己的性格完全轉變 他覺得他是一個能做到 長期堅持的人 即便是看起來相當難 或者基本上也滿無聊的 走路這樣 但他後來 他在寫這文章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在做 因為兩年嘛 堅持 那你想 你知道嗎 法體形象 那個 我們界律的發願 是靜行受的 菩薩界的形象 是靜未來的 一直到成佛都會停止 所以他可能會放鬆 忘記 根本不當回事 下一次投胎 早就忘光光 成佛的長久來說 你這一次死掉之後 下一輩就忘光了 等於根本沒有發願 因為一生實在太短了 那你這一生就算一下子 下一輩子沒在做了 那得了 那你這算什麼 無量無邊節一直一唱 一生一直一唱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 有 發願未來盡行受 到無量無邊節 直至成佛而不放棄 行徒乍到 那可不得了 從現在開始 你一直到成佛 你養成一個堅強成佛的習慣 叫做理性 這個如果說要在今天這個題目 大家想著說 你有什麼好習慣可以分享給大家 再也沒有比這個習慣更好 發佈理性 謹未來盡一切實一切諸 一切情與無情眾生分上 事斷一切惡無惡無斷 事斷一切善無善不休 事斷一切善無善不休 事斷一切眾眾無眾眾無度 這樣子的意味 完了不得了 所以我就不再解釋那內容了 敬未來盡一時實至成佛 都不停 成佛了還沒有補遺願 成佛沒有補遺願 他連佛都沒得成 還說成佛有沒有補遺願 成佛是整個身心自然流露出 不止的經濟 不止的利益眾生 不止的憐憫眾生 不止的善巧無休止的利益眾生 沒有一尊佛這樣說的 我終於成佛了 我發了菩提心終於可以放下了 我沒事 我利益眾生的事情我不幹 終於成佛了 是怎樣 我們是他的積分 度一個積分 度兩個積兩分 不是這樣子 沒有那個眾生不盡 我們總以為地上菩薩特斯 師貝秀 師貝秀 只有地上菩薩發 那個眾生度盡方生菩提 那個觀音菩薩 大師之後 文書普賢也沒這樣發 這個觀音 那就是地上法文 我看跳過 那個 這個跟其他菩薩比的 哇他一逼人也一看也大 坦白講根本不是這樣 所有的佛 都是動身度盡方生菩 佛佛道同 越歇是一樣 這樣你就知道了 這個如果把它看成是習慣 你看這個習慣多聞到 他就是習慣 這個習慣表現成怎樣 表現成經上說的 累結於佛法中家庭生 累結不度三途二道 累結修行佛法 甚至於累結出家之事成佛 累結欲得善之事教導你 看到沒有 都來給你的累結 都來給你的累結 只要你這個習慣在 累結的好處都不更多 所以啊 我們要是在修行 利他 利益他人 自利 或者是為佛法做什麼事 然後是 老是搞不定 你就知道 你過去是一定是沒有好好發佛迪心 要不就發了佛迪心後悔 要不就看到人家發佛迪心 你在講反話 你在講風涼話 完全因果製造 什麼 就是這樣 這樣就瞭解了 所以講起來的話 這個 這個習慣啊 簡單磁白的兩個字啊 根本就是佛迪心的主要支撐相 這個 法體形象當中的 那個 他的相 這個善的Vidaya 習慣 善習慣 這樣各位同學懂了 這裡已經在講 已經沒有單純的講什麼五戒十戒 沒有在講這樣 其實五戒十善都應該是這樣看 行善成為習慣 信仰善良成為力量 成為你內心的體 為什麼我會提出這四個字 信仰善良 我不是想一想 就哪天做夢 然後提出 跑出這四個字 就把它弄上來 不是我是有想法的 信仰善良是心體 你要不信仰善良 什麼都沒有得完 善良沒有立刻給你好處 你知道嗎 但是呢 我就是信仰善良 因為信仰善良 我會時時刻刻實踐善良 而我時時刻刻實踐善良 我就養成了行善的習慣 那我基於這個習慣 成就我自己立於一切的力量 我成不成佛就不重要 行善就是我的一切 而且是世間善 與世間善都行 什麼叫世間善呢 人家東西掉了 你幫他撿一撿 這裡交通不好 你跳下來幫忙指揮 因為已經車禍了 你幫忙 在警察來的時候 你幫忙指揮 世間善 出世間善 我剛剛講 發不離心 斷惡修善 另一切眾生 出世間善良 通通通是在我信仰善良這件事情上 善良不好玩 你沒聽過嗎 人善被人欺 馬善被人欺 我跟馬善 我跟鄉 我就算 他的招惡修善我 匝善無天良 你是要無天良 天如何無地 上沒有天良 天下無體 你懂 什麼都可以干 對不對 畢幸 沒聽懂 它们飘在哪里 总而言之 这种 为天下 然后 这个 无善不出 无善不行 面之在之 这些都是习惯的概念 它其实就是发彼迪心 彼迪心就是什么 行立一切众生 求一切佛法 以立一切众生 令诸众生皆共成佛大 的念之在之的心念跟习惯 习惯方仅指的是 身口 知身口 这人习惯很不好 你不在说他哪里的问题 你在说他的行为 身口 戒律就是自身口 所以戒律就是一种善于习惯 所以修道最重要的一开始下手就要 受戒 学戒 辞戒 敬戒 攻进戒律 最后 重养戒律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 辞戒 讲说戒律 这是不是就自然奇怪了 那么出世间的道理 大约讲完 就是涵盖你所有的五戒 为什么他能帮助你啊 为什么帮助你啊 都在这里怎么可以看出来 因为你要行菩萨法 所有的戒律都要守 不然没有戒律就会犯 侵犯到众生 然后种族就是这样 这里头有个饮酒戒 怎么会饮酒戒跑出来 前面四条线三道一望都是性罪 性罪解释给你们一样 性罪就是说 你有受戒没有受戒 他自性是罪 自性是罪 除了大菩萨 全巧四限以外 输了这样 就是谜杀谜辞 越杀越慈悲 除非这个是例外 不然众生的那种 什么行善呢 他性行不良 造恶他都一直堆叠 他形成了造恶的习惯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恐怖的习惯 最难的 但其实是最难 突破 我们习惯男欢女爱 我是异性恋者 但为什么说我是异性恋者 我就一定是男生要去娶 我一定要去结婚 生子女 因为我受制约 我受到贺能的制约 我就傻傻地去做 那做着做着呢 魔王就高兴了 你被制约久了之后 你以行恶为习惯 对吧 这个时候行恶为习惯 那魔王就高兴了 三宝就紧张了 三宝是不会紧张啊 三宝就会想办法再度化你 如果你的因缘够的话 不然 行善向爬山 照恶向闭眼摔入前来 三秒钟完成一次 爬山三年不一定爬得好 三个月不一定爬得到 摔下来很快 就是什么 恶的习惯 因为恶 单一的恶 马上就可以跟你的业力相遭感 被蚊子钉一下 单一的状况 可是可能那个就虐情 恶啊 发冷发热发白痴 最后生大病 一支就够了 恶一支就够了 虽然老鼻声明啊 蚊子钉咬人跟醋 它不是它的恶 呃 你们对我蚊子不好 我就专门把细菌放在上面 让你们吃 让你们受感染 事实证明没有这种 蚊子 没有这种蚊子 没有这种蚊子啊 它就是它的习惯 那你为什么没对到它 那你过去老打蚊子 你信不信 现在蚊子找你了 你更多 对啊 那你以前 我跟人家这一滴血 吃你一滴血 罪该致死吗 请问 有没有啊 我闻嘴而已 啪 我闭嘴 我闭嘴 你还 还有人大力量不惨 他说我不打他 他就没机会让我念佛 那我说我打你好不好 我来念佛给你 我回一下可以吗 你再跟我笑欸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念佛叫做帮助他 但你先杀死他 再来帮助他 那是什么逻辑啊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那蚊子宁可不要你救他 我还可以活得安养一年 赶快吃两滴猪的血 还更宝 更宝 结果给你说你要度我 然后一口气 啪 把我聪明生 用巴士都把我打到哪里去了 然后你说你再度我 没什么事 不一样 最习惯 我告诉主位 修行就是一种习惯好吗 说到来真下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要住道场 道场虚语的习惯 你自己能住 刚刚 有位师傅来啊 不要住道场 坐太久啊 会散乱啊 会心乱疼 会懈怠 会懈怠 对啊 会懈怠 对啊 每天为大众煮饭菜 你不能缺 缺的 缺的就会惹的 人家会骂 对不对 你说饭 饭吃不多 那有人没吃饭不好的 南方人本来就以饭为主食 所以你非煮饭为主 那主面 北方的人 那你可以不要主 不行 我们这个面已经打开来了 或者面的有效 你怎么样 或者说众生怀念你面胃 那你就要去存 这些看起来跟习惯无关 可是有一个根本习惯无关 我要做厨师 我要做一个好厨师 赚钱 这些有关 发同的一些看起来 不是直接跟哪里有关 但它处处有关 像不一样 这种花 它这样 嗯 蛮有惨意 我说好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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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个大天 会怎样 你干嘛放下来 啊 明明上会 上会啊 为什么用 万绿红中一点红啊 都是净邦邦的东西 我这里有真实的植物啊 这个让你们瞧瞧啊 调理一下心情啊 我是这样想的 这是一种 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怎么会这样想 是在一个智 是在一个智慧的导语 前人也有一个智慧的导语 现在呢 我听闻这个智慧导语的概念 在我心中形成了反除 一直反除的概念 最后 绕围了内心里的观念 这时候观念有什么概念啊 就是利益众生方法千差万别 乃至于美学啦 环境插花 书法美术等等 都能够利益众生 你就进去了 然后你看 哎呀这个花 送上来 我就讲我 你自然会感受 真必要的话 我就对他助导 看此花 知道世间无常 花谢去世 应该把握生命 行善良之道 扶持三宝 也扶持一些宗教 善良的宗教 让他们能够弘扬一世 今天的法股底下这样的话 你把握生命运往成佛 然后广度众生 看嘛 不要花来不太好 众生无边世怨度 烦恼无界世怨的法 无界世怨的法 佛道无上世怨的 已经卡到过了 你就更务实地发一些 就是你不会觉得怎么样 你不会觉得浪费 或觉得有没有收获 应该好 就好像你带了母亲去看病 你心里有一定的想法 哎呀 让我们找点好 基于这个想法 所以你会去到处找好医生 大家要看 排得进去排不进去 这个不一定 现实是这样 像这些 都是不假方便 因为它是你母亲 然后这样 然后所以你就爱她 才不是的 习惯栽培了你的母子关系 好吗 还是习惯 习以为惯常的习惯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 因为很简单吗 这个 这个 长期以来 我从我懂事以来 她才允愈 甚至她还给我做一些教育 然后你渐渐觉得 我对她有责任 她对我那么好 那个叫做妈妈 那个叫爸 那个叫做妈妈 不知道 坏多少是你 哎呀 现在我要怎么样给你 给你回馈 说好话做好事 这个做好人 是这样的 你就这样对应吗 那因为有这个理解 所以我现在我愿意说好话 做好事 我愿意这样 那我就开始坚持 这时候就是鼓鼻心发 它有可能跟你过去是连结在一起 你说有可能 那到底几年有可能 听清楚 全地球上面能够学佛的都能发 只是它有没有因人被诱挡发 这个常 发这一刹那 事后的造作 我刚刚讲的这么常 说说 展览哪里怎样哪里怎样 这个 这个你的内心里头 是做些什么事情 你养成习惯 这些 这就是现实的习惯 修道的习惯 也可以是不是修道 世界习惯 比如说有人 这个 都是早睡早起 然后呢 他这个 饮食是怎么控制的 他怎么运动 他养人的习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受能源座有的习惯 比如这样 他表现为 世俗上的利益 或出世上的乌 送能源座也好 送法华经也好 送普门品也好 他也会有世俗上的利益 你知道吗 黑风吹过船方 那么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 都能够不沉默 愁泄解析其身 念体观音力 这个 寻刀断断断断断断 没有转 就佛法不示意就在这里 他强调告诉你什么是善 他告诉你怎么样去行善 最后他告诉你怎么样发誓 发长远的誓言说我要行这个善 当然你对发誓越长越好 强度越来越好 你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都从那没停 哇 你这个善心之力骗不一切 就收入为菩萨的修行的内行 那你就慢慢会亮起菩萨发心 菩萨一发心 开始善缘就进来了 菩萨发心刚开始过去难做 慢慢的就好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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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变成好做 但一定会变成好做 因为你都在为大众思考善的行为 善的方法 善的道理 信仰善的 这是习惯法 这是世间法 做的做的就变出世间法 这样讲的比较极端一点 人家有一个男生胖了一点 然后他气起来 他就开始去做健身运动 健身运动需要习惯 他坐着坐着 他突然间看到洪一大师出家音源 他说洪一大师到胡跑市区就是为了治病而已 他有失眠啊 胃疑病啊 你在国家里 科学 艺术之下 难免有这些病 他听说到庙里住可以治病 那不是谁他说的 功德无量 是这样 还在自己的书上看到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这样开始 到那里就找 找谁啊 找了方上和上 方上和上 看他是书生 而且这么有名 他又教他怎么断屎 听说是七天 慢慢的断掉中间三天 前二后二叫做 一个是降下来 一个是战予 这样就七天 做得很好 现在有个人会受他这个启示 那我要来减肥 假设 身体胖的不要不要我做 我没什么特别想 我是拿来比喻 那你减肥是虚悦 现在有险学 大家就想去 你谁要减肥啊 吃都吃不胖 还减肥 实在应该很减肥 好了 他就要去减肥 减肥是世间利益 世间善 也是世间的习惯 你去搅钱 甚至有个人讲有钱好不好 就这样 比较有资金一点 他请个家教来家里教 就好像一般的家教一样 老师来了 你就得坐上书桌上课 他一样老师来就也换衣服 来啊 赶快做运动 今天的课程怎样怎样 他这样在教你 然后你讲一个什么 好像你也只是健康一点 或者颜面庄严一点 是吗 要以外的这么健康 你的过程当中还要断食啊什么 结果你发生了 跟洪毅大师一样的反省 这一反省呢 你发现 我过去就是出家了 嗯 我们这里有个法国的军事 他就讲 嗯 我过去是中国的出家人 现在要回到这个台湾来再寻出家 你会依稀仿佛有种感觉 就算没有也没关系 他是对的事 他看起来是世间的 我们说减肥好了 他是世间善 但你知道吗 他仍然可以转换成为出世间善 你要怎么样 怎么转 假设啦 没有没一定 我刚好举这个例子拿来举一下 这我们同学有些发生这样的事 我有一个斯大夫中十代的同学 他居 这我们班很用心 考上台大电机 哇厉害了 我这当班长了 超有feel 超有感 结果呢 说了也没关系啦 反正他退休了 他在中华电系那个什么阳眉的那个研究中心 电机系 他当然有一些研究能力 他在那边做研究 什么样子 听说做的有升官 突然间在他六十岁的时候 跑去出家了 那不是很好吗 我们假设这个案例 他假设出家很胖 其实没有 假设出家很胖 但时间到完就出家了 出家的时候 他也一样减肥 健得很OK 那师傅说 嗯 这样身材很好 很健康 那好呢 那好呢 我们那老同学见了面 每个都是什么 低头看不到脚尖 胖 然后就看到 诶 学佛又出家耶 哎呀 身材好很健康 他叫世间善 他是本来是世间善的减肥 然后呢 后来呢 出世间善去做 去出家 出家 你就出家而已啊 人家不会讲什么 出家 又是那个身形很健康 人家就会讲 哎呀 出家的身体健康啊 吃处好耶 然后就开始讲 有没有世间善又变成出世间善 还有另外一种 出世间善变成世间善 或者cover到世间善 你比如说 刚刚同学讲的 不打蚊子 真的不要打死他 再来念阿弥陀佛 没这个道理 像我不打蚊子 我还天到念佛 为他回向 你都要喝喝去 不难过来呢 拜托拜托 有没有菩萨 这个 蚊子菩萨 假设你这样讲 你是这样说的 那你利益了什么 看起来是 哎 我利益了这蚊子 刚同学讲的 叮得不畏痒 哦 好厉害 叮得不畏痒 这是 这是什么来的 我就是 劝勉他 回向功德给他 哎 这是出世间善 回向功德给他 但是他得到一个什么情况 得到一个 蚊子钉咬不畏痒 听起来有点搞笑 弄了那么多 然后只是最后 得到一个蚊子钉咬不畏痒 这你不觉得太不够了吗 但是 好像 这就是 出世间的善 善习惯 最后转变成为 世间的善的动作 善的结果 所以说世间 出世间 行善造的 各有命运 这点要懂 所以说 这样讲起来 我今天就不在场理界了 因为我记得大家应该多少 杀到云望久 是这样 这里头 每一样通通是 跟习惯有关 你比如杀 你为什么嫌杀 存心 为什么你存心 你习惯你老大 你就觉得你应该生气比较坎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那个当兵 我们那个时代当兵 当兵的话等到家书 或者是女朋友写信 我你累了 起后都不在话下 好甜蜜啊 结果呢 明明就是有寄信 结果有误兵把你的信给弄丢了 你生气发飙 你可以对他发飙 因为他是小兵 但是你敢在大庭之间 你的军官面前发飙 你不敢 可见发飙不是一个必然的 你知道吗 简单脑力又做个实验 你不知道 爱因斯坦老师 爱因斯坦老师 爱因斯坦一直都在脑子里做实验 我也是 我们在脑子里做一下实验 你对小兵你会发飙 起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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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咳 甚至踹咳 但是你在大 那个大厂官面前 你敢吗 你顶不告得撞 而且还弱弱的告状 还不敢说得太难听 因為那個游泳官搞不好是要傳靈靈 靈靈的細膩 打口看死人 你還是可以控制的不是嗎 可見 習慣是要調整 習慣是可以調整的 習慣之所以惡習美感 它就是在小的部分 你沒有看清楚 它沒有在傷害的部分 你沒有看它的嚴重性 太多的東西 所以習慣可不養成 可以知道它的善 知道它的好 知道它的重要 知道它的必要 然後知道會不會養成習慣的方法 譬如說 初初加五年之內學戒 別人不學法 始終的時間都都要學戒 那學戒的意思是幹嘛 它就是讓你養成善習慣 不要把我拔出你 你給我聽教 學教 它就是專注學戒 你看是不是啊 對的事天天做 習慣沒有什麼好壞 天天做這樣子 一般來講二十一天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說長也不長 說短也不短 對那個每天都晚睡的人來講 你叫他有一天都在那天早睡 要他膩 你躺在那裡講 已經像童林一樣什麼吵 數綿羊已經數到了 都跳出籃外面了 一千隻已經數完了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沒成功 就譬如這個意思 所以他需要弄清楚 理解他們看 善的習慣才會養成 那餓習慣呢 用善的習慣去扭轉它 沒別的辦法 沒別的辦法 比如說這樣 我愛抽菸 那我就不抽菸 不抽菸是好習慣 抽菸是壞習慣 那我就不抽菸二十一天 就改過了 有人那黑道大哥 我認識一位 他說 叔叔 實在說起來 我們這個有種種 我以前在社會 一天做三包煙 搞得快廢癌 廢癌 後來因為一件事情跟幫派鬥毆 然後他被抓去關 沒有事 沒有殺人 然後因為他可能是灌犯 還是怎樣 然後他就抓去關 其實才關三個月而已 還是多種 反正他有一個罰則 六個是小罪 可靈拿錢 醫科罰激 照說是怎樣 所以他也沒有太壞 後來他就要跟家人賭氣 不用啦 好啦 那關啦 沒人要關心我啦 不差啦 就繼續關 三個月出來 酒也不喝了 煙也不抽了 他突然就覺得 哇哩哩 這就是逆向操作 是善習慣 也是善的習慣 用一個善的習慣來抵抗一個惡的習慣 這樣子 以上這些泛泛的說 我告訴諸位也會說 我沒有再解釋五戒 但是我告訴你 戒絕對就是一種習慣 那麼因此呢 諸位要培養好的習慣 同時他就是急於好的修習 你騙你 你騙你 這是既靈 戒律就是啦 念佛也是啦 每天早晚課也是啦 天天做 沒做的怪怪 就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啦 這個 也有同學會說到說 那這些世俗的習慣 有說到不少的世俗的所謂好習慣 包括修忍辱等等這些 就是我不一一點出 這些善的習慣 師傅你剛剛講說 他也可能變成初世間的善 那到底他怎麼變 世俗間的善 善習慣 他怎麼變成初世間的善習慣 是怎麼變成 他其實沒有怎麼變成 世俗間的善 只要是佛法認可的善 比如說釣魚 佛法認可嗎 世間認為的是善 那叫做有技術 又很高尚的娛樂 哇哩哩 拿個勾子勾你的嘴 然後上面那個勾你的人笑得嘻嘻哈哈 然後你說他們叫做娛樂 對於我們還是殘暴好嗎 那魚勾還倒勾的 倒勾的條 痛死 英國有研究 有人說魚的嘴是不會痛的 沒神經 後來研究出來 魚的嘴是會痛的 妖心 倒勾會更恐怖的 男生刮鬍子刮上來 稍微刮一條 你會痛到天上去 有沒有 我有一個學生 他有一次叫恍神 刮鬍子刮下一片 一片皮膚下來 那皮下 他就流很多血 你知道嗎 他暈倒 有 他不是血流太多會暈倒 他是看到血就會嚇到 有男生看到血就會暈倒 有沒有這種男生 有 搞不好你們在座就有 呵呵 是不是 這沒什麼好笑的吧 他說 我們以為有發生了什麼事 結果不然結� en中 就是 assembly unit 隨著他醒過來 揶然醒來 什麼事的rieb發生 後來問他怎樣 他說沒有 我看到血就暈倒 那你血拿回來 你快入一罐 那是世間名為善 出世間名為不善 所以養成習慣一定要先弄清楚 佛法中的善也是世間的善 你要去養成習慣 OK 很優 佛法中的善世間名為不善 看情況該做就做 出家就是 出家是一種習慣 對不對 出家不是今天出一出明天換衣服又換回去了 不是這樣的 他就是一種生活中的決定力 我要這樣搞八了 我打算這樣過日子 對吧 是這樣的 那他是一種習慣 那世間說不善 世間說不善 你媽媽你爸爸或者你的同學 還跑到哪裡指著你鼻子說話 我以前學佛 大二學佛 我父親生病我到父親參學 我們班有一個小學同學 國中沒有高中又有同學 沒有同班 小學是同班 高中沒同班 世大佛中不同班 我們還常常走在一起 一起吃飯打球 出出來黑書 他跑到我家了 劈哩啪啪的說我一堆 下面 我父親生病啊 我母親這樣啊 然後每次我打電話來 他打電話來我家 你都不在了 然後一問都是你去什麼哪裡打佛機 哪裡打觀音機 哪裡打法華機 沒有法華機 就觀音機 是這樣 或者去禪修 我氣不過了 我等你知道 我昨天打電話 你媽媽說你在 我氣不過了 我跑來說你 我說你說 還有你 我就起來跟他講 這是人家善的習慣 但世間就不認為是善 你了 那怎麼辦 坐下去不坐 那好吧 你就孔金牢了善 結果我說 被他一口罵回來 現在廣經牢上的原籍了 要不你來問我好嗎 我也會一口罵你給罵回去 我會那麼罵氣 再來還有 愛情也是一種習慣 追求愛情也是一種習慣 是誰說沒愛情不能活 是誰說人一定要有愛情 好啦我交男朋友交女朋友 是誰說一定要搞成愛情那麼嚴重 不能做一般的朋友嗎 再來 為了養兒語 所以我要去結婚 台灣一年墮胎 三十萬起跳 你幹嘛不去領養一個 對不對 現在不是在推行嗎 不要去買狗 去領養一隻米克斯 就領養 現在狗不就是年輕人的狗孩子嗎 那狗都能領養 為什麼能不能領養 對吧 一定要血緣嗎 也沒有啊 是這樣 當然沒有結婚 目前沒有結婚是不適合領養 兒女的 是不適合的 像這些 情愛也是一種習慣 我們佛門裡頭講得更深細 那叫洗氣 那叫洗氣 洗氣什麼意思 氣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看一個杯子 一個杯子 然後你把那個裡頭的咖啡倒掉 什麼都沒有了 甚至水都沖過了 你聞 還是有咖啡味 那叫做氣 那為什麼叫洗 串洗 就長時間你來串洗 什麼叫串 就是一罐的做 叫串 什麼叫洗 習慣的內容 一罐的做這習慣的內容 就是串洗 串洗之後呢 就像杯子倒乾淨了 水濾乾了 聞了還是有氣味 所以它分兩種 一種是很明顯的行動 習慣 就是串洗的行字 氣自己已經沒行動了 但還是在想那個事 還是會偶爾念那個事 比如說抽菸的人 戒菸三個月 我那裡遇到不好朋友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 老師在那邊抽菸 老師呢 要不要來一根 要不要來一根 你動三缸 給戲缸的腳蟹啊 那算了 那就是被騙 洗氣 那叫洗氣 那叫氣 也可以叫洗 重複的動作 習慣 所以諸位 最後總結一件事 要養成習慣 一定要養成 既是出世間善 也是世間善 比如說整天 比如早睡早起 還是比如說這個 怎麼健康的飲食 或者與人態度 應該溫和 養成這種習慣 絕對是世間善 跟出世間善 都得利 那如果兩全一相看 取其心 我寧可取出世間善 那世間善呢 他明白了 如果那個世間善 跟出世間善是相同的 譬如說 你本人該出家 我最近講了好幾次的例子 因為我們有人要出家 所以我講了好幾次的例子 我說 如果有 你應該 你的天命 你的天命該出家 我告訴你 看得出來 你屢屢交男朋友 屢屢交女朋友 都會失敗 你懂 或者是不高興 不高興 要交之前 要約會之前 哇 甜蜜蜜的 等於去的時候 索然無味 希望早早結束 這樣就是你的天命 不適合交男女朋友 甚至不適合結婚 適合出家 假設這樣 結果呢 你偽天命 你硬好 你被世俗的習近天的王 你不敢看到一個天命似的習性 他在等著你做 那我沒跟你講 我們有些沙咪 這不是咒詛他們的 不是這意思 他明明就是該出家的料 你知道 還沒上小學 他就會打九中十五鼓 他聽了八十八佛 還不到上小學 他就會八十八佛會打 會打那個靈鼓 有的出家事務 學了三個月都學不來 你看他一聽兩下就對了 他在電視上面 聽我唸那個心經 每一聽兩天 幾天他跟阿嬤講說 心經我會被你 這是出家命 這一定是修行 以前居士也不會那麼厲害 結果呢 阿嬤跟他講 要不要去讀書啊 你就知道人家不會看不起你 要不要怎樣怎樣 我跟他講說 你那個都不讀 那個是沒因緣的人去讀的 你有因緣修行 給他讀的幹嘛 讀的時候怎樣 聽說被女朋友吵到半死 然後人也不高興 然後讀書的考試也不一定滿意 現在去工作了 到處碰到對他不好 或者是他壓力很大 搞得上不上下不下 那天命不是這樣嗎 再清楚不過了 你不是順其命而走 雖然說五十而知天命 是世俗的 孔老父子 他們不是修這種媚涵的 當然是五十才知天命 人家有了小朋友 我們那個定心雖然說 扒扒 但是人家也自天命 他從來之後被K被打 他從有一天說我不幹了 我要回去 他來跟我見面的時候 我就問他了 他來上天台的課 下午他爸媽陪他 我當他爸媽面前問你 我說那某人 他好像是猴米 世俗名叫猴米 是什麼猴米 李猴米 李猴米 我就看他在撒複複坐在那 李猴米 那個你要不要出家 有 什麼都出家 他打不上了 我就跟他講說 這樣我師父跟你講 這個齁 你去把五年級讀完 回到那個什麼 回到那個 台北那種 大安國小 我們大安國小 超強學區 那有些人都就是這樣 大安國小 突然 你就轉學到我們南西國小 他一轉到南西國小 整個學校都爆 都暴動了 為什麼 大安國小轉到南西國小 在台北非常有名 在教育界都知道 我就這樣跟他安排 他沒停過 就有傻乎乎 脫線 是這樣 我們去他們家人講說 你有看不了 我們這個 我們這也有這個失誤是怎樣 就是說他習近 暫時不被發揮 有這種情況 時候到才會發揮 真的 過去的習近 他等待襲擊 然後他該發揮 就是你的天命獻錢 你就賺錢 你知道嗎 這個小三明來的時候 他媽媽提早兩人幫他找到場 後來他們的那個家廟 是那個所謂佛母 有點民間信仰那種概念 就跟他講說 沒有啦 沒用 你喔 他失誤還沒準備好 所以 你不用找 結果他就還是找 起早把他找 找到他 他個個都去讀佛教學校 本來他媽媽是在推銷他的 結果七早八早 找了半天 人家不要他 要他個個 兩年後 我們來萬佛寺 基本穩定 他攔一次度假 再能離開 除了媽媽好像帶他去看做個什麼一樣 所以說你要知道 習慣是跟過去之相連結 重點 這個時候重點就當知天命 已經不是你培養 你培養在上輩子 你有沒有聽過 書是上輩子讀的 你有沒有聽過 一樣的意思 習慣好 優良的修道習慣 很多是上輩子就你培養 你這一輩子 你不知天命 我告訴你 真的 會韋逆你自己 你自己的誓言 你有沒有聽說過 很多長老 他說 我以後我生生世世要做品秋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 我們心靈大師好像說他還要再來 太多法師都再來 而且已經有個Pakkin在對岸了 有個Pakkin在台灣已經來了 是不是這樣 這些都是他的連結 這也是習慣 這也是習慣 這叫善的習慣 那個叫做月薪好嗎 就是月薪 月薪也是一種習慣之一 因為像同學剛剛講 天天發願 這就是習慣 以上呢 我們從各種角度來說 我不一一去解析你們所說 因為你解析基本上說的都還好 都不錯 都不錯 你們基本上都對 如果你們不清楚你們再問我 可是剛剛你們說的有沒有算對 我剛剛聽起來 沒有多端聽到 因為我會換那個討論式 沒有多端 但聽起來大概都還好 同學本總結得也不錯 組長總結也不錯 所以說 諸位 修行就是養成出事的善習慣 簡單講就是什麼 做啥養課不就這樣嗎 送祝不就這樣嗎 一切的一切都是為整的 好不好 很了解 有開放大家問問題 有一個卡通提出的善服 這樣子可以 像這形狀的形狀的扣擋 利益給他們的借用 這樣子 那接上來還有請問 接下來是我們的問題時間 那結論先生的中學 如果你要發問呢 可以直接去熟悉 來賣個口袋 好 那 那 有人問 這是什麼事情 我想拍一張 那我這邊想就是反映兩天四起 首先先講一兩個詞 就是一件是一個 消毒的兩話之類 這個是我在那個 北化的時候有很多人一起的 那我們家總共請的 是有吃 但是就是 因為我這幾天 五一間在 發音樂的時候 我發現它會有 這個 脫葉 情形發生 那如果我看一下 它這個 這個地方 它的那個 葉裡面是用移民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這個 要 保留的部分 所以它的那個 接觸面可能比較少 還是怎樣 所以 因為我在翻的時候我也沒有翻太大問題 我翻這樣 這樣子的角度 這個都沒問題 已經 可以換 可以換 你把它寄回來我們換 它是過去沒照 前面照 對 因為有低度 這樣也有四個 可以換 對 它有一段時間 它那個 造的那個廠商 用 好像是用錯的那個濃度 所以它會發生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後續已經 基本都解決了 但是呢 因為那個廠商 就是我們自己製作的那個廠商 他給他的弟弟做 就是我們的總監 總監是給他弟弟做 他不是他自己的工廠 因為當時他就被人家搗錢 搗債 所以他的工廠的工具都被人家收走 除了印法華金的那個有在恢復以外 所以那個部分呢 他還是要栽培他弟弟 有一段時間好像是濃度還怎麼樣 所以沒弄好 那這個沒關係 就要記回來 因為這個本來就不好用 要把它記回來 沒問題的 任何有這個問題的 你都可以告訴他 記回來 但不过你告訴我們 這個你的 你的收信地址 還有聯絡電話 這樣就可憐了 我覺得他現在雲耀的收信地址 他那個又是郁建科技跟那個一七一百 就是另外一個直播平台的那種情形 有可能是郁建科技它在這一邊的收入 也有顯示他這收入 在一起在那邊的直播平台那邊的 所以這個就是資格的有一個公主 有這種情形 那我不知道 因為那不是這邊的那個線上的 捐堡是嗎 好我們查過了 我們也在對勁過了 沒問題 我們有查過了 這事情我們也知道 因為綠界不是一般 綠界的話它是 綠界的話它其實是遠東集團 IBM 還有好幾家公司的合作廠商 你可以查得到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有去查一下 基本上我們的後端是沒問題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當然我們還有更 龐大的金流計畫正在進行當中 所以說綠界應該也只是以 未來應該算是 或許還會保留 這個我們要再評估 但是我們今後會有一個 更完整專業的金流 更完整 是這樣的 不過當然還在研發 還在做軟體設計當中 所以我們自己會做 所以 這個事情 這個 那個什麼 藍芯 他們做金流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這裡頭應該是一個法律糾紛 那法律糾紛 我們就看得辦 因為這種事情金管會等等都會介入 我們的金流其實不大 其實不大 就算說有什麼問題的話 好吧 退一百步想 真的有什麼損失 我們從對賬來看 這個損失不會轉介到捐錢的 或者是供養或者是滿金書的人身上 我們會自己吸收 假設真的發生這樣 這第一 第二 第三的話 轉換 合作金流 金融公司 沒那麼容易 從簽約到互相之間的信任感等等這些 那當時跟這個藍芯做的話 其實是有些做一些平衡 他有一些比較靈活的做法 有一些金融當中 當年沒有那麼靈活 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也會注意這事情 現場有學問 這個還是一樣的 就是我還是可以依照這個方式來做學码 還是會建議說 要用其他人 直接去購買 寫單的方式 還是怎麼樣 對 那 就是另外 就是我最近有在 這個YouTube上面有看到一個頻道 那他頻道就說 異色的檔案 就是差異的 然後顏色的色 異色的檔案 那這個頻道 他的 他也是那一部蠻大的一個頻道 他有70大法 多萬的能不能 就是訂閱 這樣子 那 他之所以被告出我 我之所以看這個頻道 是因為 讀法師 有在規讀宗教監法部分 那 所以 因為 就是了解 宗教宗教監法之後 會用 就是 就是特別 關於在 談論宗教的一些相關問題 都會特別看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 就是有希望 就是希望說到底他們 反對方的聲音 到底是 著重點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 他們到底 對宗教所產生的反感 那 這個 伊瑟塔裡面 其中 他在 分享過 他在製作的影片當中 有很多 就是他主要是講 台灣過去 歷史 長久 長久的歷史上 發生的一些 像是 重大刑事案件 或是 很多 像是 宗教 以宗教之名詐騙的 那種神問 的情形 或者是 有些是 身為出家人 但是他對 信眾 有做出 刑法 或者是 這個 種做 信心 或者是 這些 等等的 惡情 那種 那種 就辦理 辦理 他要做 做分析 其中有做到一個 像是 池祭的 那種 開發案 當年的那個 2015年 所影化的 秋風 這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 的始末的話 就是他主要的爆發點 我當時去 就是有在後續再多追查的 那個爆發點是 主要是當年的那個台北市長 他的在接受建築校單的 這個專訪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實際 的話就是大一筆錢然後去買一個保護區 他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講一句怪怪的 然後結果後面有一個 就是那個 世道會迷失的 發言去封擊 然後引發了一個過去的連鎖效應 變成最後一點 他把這個開發案給停掉 那因為這個 涉及到就是 法師目前不斷的推動 這個部分就是 獨地變成的這個 正義案件 那因為 其實這個案件本身 我在這邊不方便討論 因為這畢竟是 這個大家不一定 真正關注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比較驚訝的是 因為這一則影片 它有將近 一百三十幾萬塊一百四萬的 點閱 不足觀看視數 所以它的散播力其實是 滿大的 應該算是一個 影響也滿大的 影片 那它下面的留言 又到達 快到四千塊 快五千塊 這種 整個數 那我去看一下裡面 有一個 原來實際 它被 因為它拉的這個 仇分之內 在台灣也是 高到 這麼成 就是它真的很多的 就是 對實際的反感 有 這麼大 這麼深 這樣子 那主要都在講 就是包含前的部分 還有 這個公德法 的 募捐的時候的一些 可能不夠善小 或是不夠 呃 不夠的 不夠讓對方接受 就是 被募捐的人 不夠接受 還有另外一個是 那個 那個 環保 就是回收戰的 這個問題 就是對那個 回收的 人 相對於 實際上你自己做的 回收 以及一些 同樣在做回收的 阿嬤阿公的 這些 的這個 對待差別上面 的 吵恨上面 那我是想說 就是 我不知道 你們覺得 就是因為我覺得 在目前的宗教界來說 他缺乏一個 缺乏一個 所謂的清流 或是缺乏一個正向的 一個存在 一個團體 或是一個人 他的存在 就是代表的 可以代表整個 佛教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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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就像 很多時候 講 講師篇 很多 就是這樣 宗教我覺得很像 很像師禮 就是師禮 然後出事的時候 幾乎大家都會跑去問 醫生 然後問毒物學家 就跑來 像師禮做毒物的 或是做出來 就是會有毒的一樣 但是實際上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 詐欺世界 它並不是一個 食安問題 那 我覺得中教界也是一樣 就是宗教界 當 負面的訊息出來的時候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能夠去 離奇 或是去 去向 世人 去做一個正確的 解釋 或是一個 精準的態度的宣示 去 不管是今天他做的 真的是辦法 那至少會有一個 需要有一個 正向的人 去 對於世人宣告 對他的辦法 然後怎麼樣 去宣告到 讓世人 正確的佛教 或者說 或者說 正派的佛教的作為 應該是怎麼樣 這樣子 的一個存在 我不知道 何詳明 您覺得是否需要 有這樣子一個 團體 或是這樣子一個人 或是這樣子一個代表 去 就像舉了一個 大喜說 這才叫佛教 等等感覺 這樣子 以上 沒有一個立刻觀的 討厭 那個 周同學 有聽到嗎 周同學 你的關心是很正確的 也確實是這樣 特別是 這是一個佛教 或者是各個宗教 但是以佛教為首當其衝 所面臨的一個時代問題 過去因為沒有自媒體 所以個人的意見 它不會凝結 對與不對 都不容易凝結 那現在因為 很多可以被放大 曲解 那它就變成 很多人就樂意 去接受 這種惡 是存在的 或者說 它就是惡 我們 古來就講 這個 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 人 狗咬人 不是新聞 人咬狗才是新聞 類似這樣 那 不過這個呢 我們也不能夠說 輕描淡寫這樣看過去 確實是 宗教界 它 特別是佛教 因為它 主張的是清流 那因此呢 人們對於清流 或者是清靜修行 這樣 有它自己的想像 它並不知道這個背後 它牽涉到某一些的事 信眾本身也有良由不及 或者是在解釋某個事情上 確實也存在著說 只有教內人才知道 而教外的人 他會覺得看你還是笑話 比如說 眼睛有業障 這樣 那講的是 一個女人看到她先生有外遇 那 那位法師說 你這個要知道 你要反省自己 這個也是過去式的業障 老公是你找的 然後大家生活這麼久了 她還要做這個事 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業障 所以我們要修行 我們要怎麼樣 後面應該還有那些話的 它的原路影帶也是有的 但是呢 那句眼睛有業障 就被調侃 最後變成 社會上面認為 佛教好東轰或怎麼樣 像這樣子 你看 這種都基本上 都沒什麼好被說像 都拿來說像 那更何況 剛剛你講的這幾個案例 這個確實是很不公平 但是也需要真的要小心 這第二 那第三呢 就是說我們也要知道 沒辦法那麼悲觀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原因起源於什麼 起源於很多的社會人士 他真的是不了解宗教 心雲大師原集的時候 我們後來發現說 好像 90後或者是 00後的人 甚至不知道有個心雲大師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這也是 自媒體 大興之後 所謂的言論自由 已經到了一個 可以任意張批評 那每一個人只要聲量大 好像就代表力量 力量就代表真理 我們的邏輯 人們的邏輯是 如果他那麼沒道理的話 怎麼會有那麼多流量 大概就變這樣 那商業行為上來說 流量就是金錢 金錢就是力量 力量就是真理 大家不是要追求金錢嗎 或者就因此就 開始就會覺得 以量來決定 真理的與否 那特別是宗教 尤其是佛教 他長期以來 他被各種的媒體 或有意或無意的扭曲 包括了最早期政府 自己都在扭曲宗教 他說 他長期以來 他被各種的媒體 包括了最早期政府 宗教少黑 這是什麼話 是假借宗教的黑道行為 但他講的是宗教少黑 也就是說宗教裡頭有黑 正規的宗教裡頭有黑 這個話一說出來之後 就一路發生了中台山出家事件 慈濟等等一路 最近的某某法師跟他徒弟的財務糾紛 他就變成這樣 再來再加上 政治上的操弄 政治上操弄會認為說 我就故意說你宗教怎麼樣不好 我影射你宗教怎麼不好 然後年輕人就會以正義感 而導向什麼 執政 執政者 執政者替我們掀出這樣子 他說不要有宗教法 你看這是合理的 因為他替我們守護 那個宗教練才的行為 他就轉制成這樣 所以明明就是有反滲透法 有所謂的反洗錢法 有所謂的國安法 這一類可辦 如果宗教真的這樣 他就去辦 沒有 沒有辦 再來像慈濟那樣 我直接問了國稅局 國土財產局等等 我問說到底慈濟有沒有犯什麼過失 他們三個舉一個都告訴我 沒有啊 沒有 那新聞寫成這樣 外面整個社會鬧成沸沸揚揚 你說沒有 然後 然後內政部宗教師呢 他怎麼說 他說因為民粹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已經討厭了 所以我們要定一個 宗教管理法來管 他用民粹在決定要不要管 要怎麼管宗教 就你就可以知道這當中啊 宗教當然也有責任 佛教當然也有責任 可是呢 他牽涉這麼廣大 這麼廣大 是不是就是你說的 要有一個小編 要有一個團體 然後出來講話 這樣就能夠解決呢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也是佛教會該做的 可是佛教會長期以來 確實缺乏訓練 他長期以來過度保守 這是事實 我們正在想辦法 我們也正在想辦法 但我不在佛教會內 我也 我做這種推動宗教基本法的人 也不太適合直接走進佛教會 為什麼 有人會害怕 有人會害怕我公器私用 有人會害怕說 我拿佛教會來推動宗教基本法 他們 不討厭宗教基本法 他們他們擔憂佛教會被我個人 拿去推動宗教基本法 這樣了解 所以也不是我不進入佛教會做事 我還要再顧慮到佛教會內的傳統見解 我們不要講事例 叫做傳統見解 是極為自我保護 而且他試著希望 跟法藏法師的那種推動宗教基本法 帶有某一種好像味道是正式味道的切割 更別提的他對我個人私人 我有什麼想法態度 這就是我的業障了 就沒什麼好說了 所以我也想 我甚至於希望像你這樣子的人 能夠讓我來組成一個團隊 那我來告訴你怎麼寫文章 怎麼找資料 然後呢 我就用錢聘請你都可以 聘請你喔 而且那個錢不是那種所謂的 車馬費不是 就是用一個機關 一個文書職員的應有的 應有的薪水 來聘請像你這樣有這個想法的人 然後願意寫的人 我不可能自己下去寫 我能寫啊 但我對付一個 我就要用很多的時間去弄 再來我還沒有那個身份 對吧 我說佛教會 最好是佛教會來寫這樣 所以我 你是提了一個很 很深刻的問題 那也很感謝你 你真的是有心之人 那也願意觀察事情 我們佛教界需要像你這樣的人 無論這樣的人是什麼身份 剛學佛 以學佛很久 在家出家 我們都需要這樣 他才能漸漸的蔚然成風 形成風氣之後 我們才有機會找到 組成這樣子 應對社會的隨時的激動團隊 他是激動的 社會上有個什麼 我們就必須對應他 甚至像這個議社檔案 這樣子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YouTuber的 專門的這樣做法 我們也要跟他 適當的 對應 我們不一定要跟人家對抗 人家說對的地方 我們也承認是什麼情況 不對的地方 我們要告訴你怎樣 他有過度渲染的地方 我們要說明那是渲染的地方 我們不是要戰鬥 我們要把事情說清楚 我的態度也是這樣 所以這都是很好的 我們很需要像你這樣的人 當然如果有這樣子的人 拿在自己的文筆或自己的感觸 或自己的怨心都有到一個程度的話 我希望隨時你來跟我談 我們就成立一個公司的概念 也不要說公司 就是我們就聘請專業的寫手 跟專業的小編這樣來做 我們可以這樣做 不一定簡別生俗 有這樣子的敏感度跟怨心 也有這個解讀的能力跟願意書寫的能力 這樣子的 或者願意去栽培自己 這樣子 我覺得是可以的 是做看看的 這個 坦白講 應該佛教界各個單位一起合起來 把資源合起來 應該隨便找就找十幾二十個能寫的 生俗應該都有 但這就沒有做 沒有做 我也其實在有可知跟不可知的條件之下 我都一直在想辦法 那就跟你講回答到這樣 謝謝你 謝謝 有同學問說 他去野外摘蜂巢取蜂蜜 是否也是殺生 那素食的人 可以吃 可以食用蜂蜜 幾何上開始 呃 素食的人 我們知道齁 取蜂蜜的話呢 就我們所理解蜂 事實上是蜂農的財產 生產工具 沒有哪一個蜂農 沒事兒取蜂蜜 要把蜜蜂弄死 這點先弄清楚 所以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 剩下來只有說 你有沒有把蜂蜜 在接近冬天的時候取光光 讓他很難過冬 那就只不殺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這點是一個生物學上的一個專業知識 你要去理解 但是就取蜂蜜是刻意要去殺蜂的 我想是沒有的 但是呢 有沒有說取蜂巢 然後怎樣 然後呢不小心 或者是不在意 然後把很多的蜂軟給弄死了 這樣子呢 我們在某一些YouTube上面的影像會看得到 他甚至於把蜂蜜跟蜂漿 蜂膠分離的過程當中 蜂膠黏了很多不恰當的 可能不小心還是怎麼樣的屍體 這部分呢是可以去理解 那因此我們在吃 至於說一般買得到的蜂蜜 外面再買得到的蜂蜜 事實上都是一種人工 要嘛去採摘 要嘛去採培養的這種蜂蜜 蜂蜜是世界上很大宗很大宗 僅次於一般食用油的一種食品 在全世界都非常多的 那麼他們蜜蜂就是他的生產工具 理論上說我所問的結果 也是說不會殺到蜜蜂 不過我們的古德當中呢 是有某些部分的古德 他宣稱那個取蜂蜜是跟蜜蜂搶東西 沒有經過人家同意 是把他偷盜 所以呢他基於慈悲 所以他不吃蜂蜜 但是在戒律上面呢 蜜蜜蜜 等等這一類的明文寫著 是七日藥 就是可食用的藥性 做一次法之後可以有七日聽福 七日聽福 他也確實是當作一種藥 所以這樣情況是怎樣呢 情況就是說 我們確定了這個蜂蜜的來源 沒有殺生 那麼我們在 調理身體 以利益眾生的 這樣帶著謙卑跟感恩的心情 我講綜合了古德的用心 我們來吃蜂蜜 是基本可以 這就好像說 那個古是牛皮做的 你用塑膠皮是不能聽的 那這個時候你是不是說要那個 是不是也殺生呢 也是啊 有一些情況呢 他 沒辦法完全杜絕 有時候是基於技術面上的不足 有時候是基於 不得已的 的情況 那麼我們盡量減低 我們的蔬食是在栽培 栽培我們的慈悲 好 那但是呢 也要謙卑的知道 我們不可能完全斷絕到 不 不故意的殺生 呼吸也在殺生啊 那有走路也會踩到動物啊 所以 一般的律 像我們啊 我們幾乎每一次的 忏罪都會忏悔說 不小心 殺害眾生 這樣子 這點讓大家了解 好 好的 我們一起回向啊 一起回向啊 我大道的律師 自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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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祭三都苦 下祭三 若有見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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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發不敵心 西發 禁止於報生 禁止於報生 同生極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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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